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肖战不愿意配合杨子,拒绝和杨子炒余生CP。 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近日,杨子的团队准备去找肖战的团队,就余生CP的炒作具体流程适宜进行敲定。 可是,让人很意外的是,近两年来被粉丝坑成了桂圈公敌,做人做事都很低调,做任何事情都在陪小心的肖战,却十分罕见地表示他不愿意和杨子去炒作这个余生CP。 本来因为余生在临近播出的时候,被芒果台退货,在播出时间和平台都还没有最终敲定的情况之下,杨子本身就憋了一肚子的恶气。 而肖战方直接拒绝了杨子炒CP的想法,更是让杨子十分地恼火,四处找人吐槽肖战没有一点大局观。 其实,肖战方面怎么会真心去拒绝和杨子炒余生CP呢? 从人气来说,杨子也是顶流小花,和他炒CP只会让自己获益不少。 从余生这部电视剧来说,这部剧想要成为爆款,男女主角的通力合作是不可或缺的。 从肖战本身来说,从陈情令之后,肖战别说没有爆款的剧,就连影视作品都很少,他也很想余生能成为爆款,从而再一次证明自己。 那么,肖战方面为什么现在会突然地一反常态拒绝杨子呢? 其实,肖战方也不过是想弃一下杨子的团队,为之前杨子团队的不礼貌找回场子罢了。 之前余生在芒果台已经安排好档期要播出的时候,肖战和杨子两人都已经把局面给布好了,全面的预热方案也正要实施。 可是谁能想到,因为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关注花哥的瓜友都知道是什么原因余生被芒果台临时退货,踢了出去。 面对这种谁都不想的情况,大家心里本来都是不痛快的。 结果,杨子方为了自身的利益,怕和宝岛问题导演合作过的事情,被网友扯着不放,因此发了一些通稿去寒沙摄影的把余生临时退货的锅,扣到了男主肖战的头上。 本来肖战现在的处境就很微妙,杨子把节奏这样一带,等着看剧的网友和粉丝,还真傻不拉几地把余生不能播出的屎盆子,扣到了处于公敌状态的肖战头上。 所以在这样的事情之后,肖战方肯定会对杨子有着一肚子的气,这次肖战的团队拒绝杨子方,也是为了还击杨子方那种要人就是人,不要人用尿磷的下作做法,同时也是为了恶心一下咱们这位可爱的小猴子,出一下自己心里的那口恶气而已。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等余生的具体排期敲定之后,肖战这边还是会和杨子去吵余生CP的,会继续去和杨子你浓我浓的。 最后,咱们不得不说一下杨子小姐姐了,回想当初余生被退货播布了的时候,杨子因为女心理师即将要播出,而且把女心理师这部剧预定成了充奖的爆款, 所以对余生播不播是持着无所谓的态度,甚至还有不播更好,以免引起争议的态度。 可是,谁曾想到,本来预定上星播出的女心理师后来也因为种种原因,改换成了网播。 更让人郁闷的是女心理师一经播出,各方面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所以,就无新剧播出的杨子,为了维持自己顶留小花的位置,不得不把希望再一次放在了余生这部剧上面。 毕竟,肖战的流量和粉丝群体是景百然无法相比的,这个是大家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所以说,人在桂圈混,说话都不要说得太满,做人做事也要给自己留有一定的余地,不然到头来虽说没有把自己的后路堵死,但是也会让自己够喝一壶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